这里我关于ZKMotion的那个硬公司的功能进行一个介绍 首先把端口的针脚 主轴的设置这里修改到不进方向电机 这里再把电机的参数进行一个修改 现在是用C轴位置模式 这个地方一定要填准 C轴是1万个脉冲 出厂默认一般都是1万个脉冲 1万个脉冲的话除以360度 那这个结果就是27的77778 它的那个速度呢 这里填的是3000转每分钟的话 那乘以360度 这个值就是108004 值会比较大 这个加速度我们设的是90万 就靠近那个速度的指 设完之后保存 这是C轴 主轴的模式的话 这里就是1万个脉冲转一圈 所以这个地方填的是1万 加速度填的40 保存 我们先测试一下 现在让主轴工作在 速度模式 也就是说 现在的C轴 现在就是主轴了 输给M801 我们给一个主轴 现在是3000的转速 把它打 主轴现在是停下的 我们打开 好 现在开始转了 好了 现在速度是2984 2985左右 似乎是转起来了 这样就可以了 这是演示的是速度模式 就是主轴模式 现在我停下来 把它切换成位置模式 M800 这种情况下 C轴就是位置模式在工作了 目前我要把C轴转一个角度 那我输G91 我把它转个180 C180 这个速度会比较慢 大家看一下 再转过来 现在我把这个做一个机转 现在我把它位置模式 一定要切换成绝对质模式 才能够进行公式 这就是我给它一个 这里 前面加一个F 进刀的速度 F400 M83 就是琢磨速度的进刀加工 P 就是最深的那个公式深度 这里是负8 向下攻8个毫米 它的逻辑是1.5 这里写的是1.5 QG1.5 R4退刀回来的是 那个离弓箭的0点的高度 现在我来演示一下它的工作过程 现在G轴的位置是1 其他的高度也可以 也可以进行一个测试 现在我就是 就不用管它了 现在我先往回车让它运行 现在是C轴和G轴 实际进行一个插补 C轴是一步步的往下 G轴是一步步的往下 C轴就是一整串整串的转 所以它的角度一直没变 那现在 可以看到 G轴的位置是这个平的 C轴是这个方向 我再让它运行一次 它会停在相同的位置 也就是退回来的位置是相同的 因为C轴是整串整串的转 所以它那角度一直不变 每次都是停在相同的位置 好了 我再让它运行